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窄天林事件 绝对不能允许出现无视学术规矩 破坏学术规范 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 对于这些行为 坚决发现一起 核实一起 查处一起 绝不不息 相信有关方面认真严肃 进行后续核查工作 依法依规做出处理 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相关处理情况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